親近大自然已經成為了抗疫的日常 但原來大自然是與我們人類的日常生活 都息息相關的 如果大家都想多認識本地雜水區的話 由綠色力量主辦 香港蔡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的 蔡馬會雜水城自然教育計劃就適合你了 今天綠色力量的HASO 就會帶我們去大潭郊野公園 一起來了解一下水和生態之間的關係 出發 說起雜水區 不少人的概念都會比較模糊 其實就是雨水從天而降 由高山經河流和引水道引流去到水塘 這個範圍就是雜水區 現在香港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土地 劃分為雜水區 都是為了令我們香港人有足夠的食水 大潭水塘群路線就是由陽明山莊一帶起步 沿途、雜自然環境、歷史地標和秘境於一生 不說不知 當初成立郊野公園的目的 很大程度就是為了保護我們的食水乾淨 所以有不少雜水區的範圍和郊野公園都是重疊的 發展就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限制 間接就保護了郊野公園的天然面貌和豐富的生態 而豐富的生態也是令水源潔淨的原因 例如是米蝦可以採食令到水產生異味的組織 植物的根部又可以吸走水裡面的化學物質和重金屬等等 水源越潔淨,原水處理就越暢順 所需要的化學處理就越少了 其實現在本地雨水收集 佔全港用水需求大概20-30% 加上中國內地本身水資源亦都比較緊張 所以維持本地收集雨水 對於供水安全和穩定是相當重要的 但潭水堂這裡不單止風景漂亮 一路走還會有很多獨具歷史的法定古蹟 就好像這一條一樣充滿浪漫氣息的英式石橋 我們繼續在大潭富水堂去到篤水堂途中 有一載以花崗石和混凝土建成的紅磚屋 建於1920年代 是三級歷史建築物 據歷史價值之餘,打卡都一流 沿途還會經過潭崗石間 裡面有一條很少人知道的瀑布 水源是來自柏架山的 經過潭崗石間就會流入大潭篤水堂 短短一段路程 是不是都發覺到一些平時行山觀察不到的小秘密呢? 是啊,如果大家都想認識多些雜水區和生態系統的關係 也可以參加由環保團體綠色力量主辦的公眾道想團 費用全面的 在疫情之下,公眾道想團就會以網上的形式去進行 會用鏡頭帶大家遊歷本地三大的雜水區 以及教大家什麼叫生態系統服務 大家快點報名吧